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今集繼續同大家看回立法會答問大會的資訊。 澳門議員李靖兒認為, 疫情影響經濟,澳門居民的收入中位數平均已經減少3000元,但物價升高希望政府可以持續監管物價,譬如燃油價格,這些不合理的抬價等等也是要關注市民在內地房地產買賣受騙的問題。 行政長官賀一成回應說,疫情影響下居民平均收入降低2000多元,政府一直有關注,希望經濟逐步復甦可以解決問題。 跟著他亦說經濟財政司團隊的努力及工聯合作下,今年頭10個月已為5000多人就業組配對,逐步解決失業率高的問題。 提出於物價可誠就說,他自己不逛街市,但會根據統計局的數據去做分析。 他說今年一到八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是1.13%,綜合物價指數的變動率是1.1%。 他說整體物價水平穩定,每次消費卡市民都說升得好厲害,但事實就不是這樣。 他說消費卡出後,物價基本穩定。 他提出,澳門一樣是受俄烏戰爭,油價影響,澳門不止內地供應市場,也有很多歐美地區做一個供應市場。 可能成本高很多,他還說是有留意到總體消費物價CPI的波動,如果在可控範圍內大家都只能夠體諒。 他說消保法通過之後,政府已經加強巡查龍監管,包括油價是有監督機制。 他說至於內地房地產買賣投訴方面,他說以前經常收到訊話被人騙,但現在比較少。 就強調需要按照法律處理,行政長官就不可以干預內地行政事務。 就提醒市民一定要保障好自己權益,買樓要小心,要落地盤看,不要輕易相信經銷商的說法,便宜莫貪,希望大家做好警惕。 他說隔山買樓的問題好大,所以這就是他給大家一個在大陸買樓的建議。 而另外,特首賀一城亦都是剛剛講講,說澳門現在不是識人好過識字,是不同了。 行政長官賀一城就講,他說公務員有他的嚴謹制度需要尊重,設有考試,階梯,晉升等等, 不可以以私人企業的思維去任意委任職位,但深合區可以衝破制度創新嘗試, 除了澳門可以派出公務員擔任局長、副局長之外,也都是草耳條文向社會做一個招聘。 而賀一城亦都講道,每次公務員開校都有好多人去欠一個職位, 如果隨意找人做某個職位,是不符合公務員制度透露, 有好多人寫自傳信給他,希望可以做局長,還同自己作出保障。 他講道,你是個技術員怎升你去局長呢? 他說升完之後有好多投訴,強調公務員無制度就不可能, 但政府要製造條件給公務員同事。 以前經常聽說識人好過識字,但現在不是, 他希望有關部門推薦人員去參與脫產培訓班, 他說這個是政府日後管治團隊挑選的人財富來的。 剛剛講了這些東西,你覺得消費卡每次派完之後通貨水準有沒有高了呢? 東西有沒有貴了呢?下邊講一講。 另外現在是否已經是相對公平,不是識人好過識字的狀況呢?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記得訂閱下我們頻道,我們下集見吧! 拜拜!